三支地区最近所举办的活动 都可以看到一群长辈们 手牵着水牛 头顶着白露丝等等的道具 在会场进行舞蹈表演 然而这是山河公拓中心 长辈们之边的一支歌舞 不仅他们也报名了参加竞赛得奖了 而且还让观众朋友感受到家乡的味道 日前三支区公所与马界医护学院 举办长者活力秀取为竞赛 三支山河公共拓牢中心 以歌舞剧拿下第一名 还因此跳出了名声 在各大的活动场合 都可以见到长辈们 跳舞表演的身影 最特别的是 这群来自三河公共拓牢中心的长辈们 所有的舞蹈道具都自己做 大水牛宇白露丝 更是为这支舞蹈增涩许多 现在他上班去市政府 邀请去脚班纯的记者会 往后去表演 阿嬷对这个表演非常兴趣 尤其现在有办法党都会叫阿嬷去表演 阿嬷我如果很欢迎去参加 牛我本来是跟我们学生讲 我们要表演 因为这是马界医院的比赛 叫我们三支区公所办的比赛活动 那我本来是说 请我们的学员说 那我们这个舞马需要有一只牛 需要一只白鹤 结果呢 我说那牛的话很简单 做一个牛头就好 谁知道我们的学生竟然做了一只牛出来 所以他们为了这个准备 还有做那个白露丝 他们用废弃的水管做出来的 白露丝的头这样子 敌掌与拖劳中心的老师 希望这支舞蹈不只是一个表演 而是充满家乡印象的演出 从农村风情到耕作景象 最后是稻谷收成 长辈们扛出一包包的台湾米 开心的手舞祖道 展现丰收的喜悦 十五星用葡萄龙 因为去海边球 清探的时候 去拿出来葡萄龙 还有去拿一些茶 这些葡萄 这些五花是用车造 车造在里头 有个角 那样都能扑你 对他们很快乐 而且他们比以前都更年轻了 精神都抖手 然后来散课 他们就是每天 我们也是想说 让他们快快乐的来学习 然后让他们有 就是来这里就是 最主要是强调快乐就对了 这支歌舞每一个桥段 都是长辈们 大家集思广义 共同提出意见合理完成 因此长辈们可以充分地 将家乡乡村的意象表现出来 另外这支冠军作品 不但让引发老人家们 都舞动得相当开心 更加也都舞出了兴趣与自信 记者廖品函三支采访报导